我們VFOOT除了剛剛你所看到這種基本的 就是字幕的編輯、影片的編輯以外 它其實還可以加入很多的一些效果 跟插入一些免費的圖附喔 你也可以加入自己的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在第一個地方 那我如果想要有一個片頭 我可以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把它拿到上面來 有沒有 然後我就可以加入這裡有設計的 你看我這裡就有一些標題的樣式 也有文字框的樣式有沒有 這些是不是都可以拿來用 還有對話方塊 那假設我現在很單純的 我可能就是一個文字 把它加進來 這個就是Excel 課程 像這樣 那我就有一個這樣的標題 有沒有就有了 那你也可以插入圖片 也都OK 你看這裡有一些免費的圖片 我們再把它找一下 免費的圖像 好在這裡 你看有的是會動的 有的沒有會動 好那 現在因為最近都有足球熱嘛 各位你有足球熱嗎 哈哈哈哈 好那你看我這樣放好了 可不可以加個聲音 可以的 他也有送你喔 你看這裡 有沒有背景音樂跟背景音效 所以我可以找個背景的音樂 那你可以先聽看看 哪一個你想要 有沒有這個比較平和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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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有聽到終聲聽不到 哈哈哈哈 好那它有不同的分類啦 有看到喔 它後面有不同的分類 你再聽看看 好假設我要這個 那我想要把它插入 有沒有發現你可以整個 或者當前 好那我先放在這裡就好了 好我確定把它加進來 有沒有加在這裡了 欸很簡單對不對 你看我的文字 我的圖片是不是也在這裡 好那我這個是我的開頭 那我正式開始之後 我可不可以後面有個背景音樂 也可以 所以我就從這邊 一樣插入背景音樂 幫老師美化一下 這樣有沒有聽到這一首的 好那一樣 我就插入 我先用整個片段沒關係 好進來囉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只希望 是不是這裡音樂不要有 是不是從這裡開始 我就點到我剛剛那個 這個你看 它的範圍是不是在這裡 往下拉 過頭了 在這裡 所以我第一段 只有這裡 第二段就是這裡 但是 我有人的聲音 又有音樂的聲音 所以音樂要不要小聲一點 好你稍微小聲一點 這樣老師就 有 這樣有沒有聽到老師在講話的時候 又有淡淡的背景音樂 你們的採訪影片可不可以這樣做 剛剛那個後面的同學 你們那個採訪的影片 是很多也可以加上背景音樂 其實我們如果聽廣播很多都是這樣做 對齁 對齁 要注意一下子 對對對 因為 有時候只聽人的聲音會有點冷場 我們就可以搭配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 還不錯吧 最後 一樣要存檔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專案檔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有個匯出 輸出 把它按下去 你看 剛剛我講的 除了變成影片外 有沒有字幕檔也可以輸出去 最重要的是 學過Premiere的同學 可不可以直接輸出Premiere的專案 這樣 就知道 兩個又可以接在一起了 這樣子就更好了 對不對 OK 好 所以 你 今天呢 跟大家介紹的 這兩個 雖然我們後面比較沒時間再介紹下去 可是 你可以發現 我們現在的影音剪接的方式 有沒有更多元 這兩個東西都是在疫情期間 就是這兩年左右 才推出來的 可是你可以發現 真的有打到大家的痛點 因為 早期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只能用比較 不好用的工具 不是說以前的工具都不好用 而是它適用的情境 沒辦法 符合我們的需求的時候 你就不要用不適當的工具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叫做四倍公辦 你用對了 就叫四倍公辦 示範公倍 這樣OK 好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最後呢 各位 如果你對於很多的這些小工具 有興趣的 歡迎你到 簡報的最後一頁 老師有一個網站 叫做翻轉教學現行器 你可以到這邊呢 看到很多 包括遠距的 包括螢幕繪圖 防守指標 包括錄影 有沒有 都在這邊 教材的製作 這邊都有 好 那這裡面 這個網站上的文章 通通都是老師自己手寫的 所以可以很確定沒有版權問題 你可以盡情的去使用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